哈囉大家好,我是羊 今天要來聊的畫家就是我個人也非常喜歡的 印象派始祖,莫內 講到了印象派,我們勢必要來講講 印象派這個詞其實原本是用來侮辱莫內這群落選畫家的 在當時以寫實的宮廷畫才是主流 而這群藝術評論家其實就是名嘴 他們認為莫內的畫他沒有細節 他只是憑印象在塗鴉而已 因此印象這個詞就來自於莫內 這群落選畫家在1874年自行在巴黎舉辦的畫中 莫內展出的日出印象 這幅畫而得來印象派這個詞 這幅你一定看過的日出印象就是在法國的勒哈佛爾港畫的 突然看到他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不同以往薄圖的寫實風格 他沒有那種溫潤的感覺 他用了許多青觸或是斑紋般的筆觸 去增加太陽升級動態的感受 而他在細節也沒有過多的描繪 可能也如莫內所愛的寫生 早晨剛升起的陽光與霧氣結合 產生許多不同的變化 就像莫內所說的 氛圍為物像注入生命一樣有非常好的整體感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講莫內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創作吧 莫內從小很幸運的身在1840年的巴黎 他對學院派的繪畫 或是學校的教育、商業都不感興趣 莫內他小時候時常畫一些諷刺畫 也因此被提倡寫生的Urgent Buddha 收為學生開啟了他的藝術之路 同時相信很大程度影響了莫內 一生從自然中尋找捕捉光線的思想 同時呢這個世紀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 就是我們現今常用的管狀顏料的發明 這種便於攜帶的方式呢 也很大程度支持了印象派想要在外作畫、寫生的方式 年輕的莫內在離開軍隊之後呢 一直在Charlis Gallaire的畫室一直待到了1864年 也因此認識了Cicely、Renoir、Bazir等知名畫家 1866年莫內以他未來的老婆Camel為模特兒 創作了綠衣女子 使他受到承認 隔年呢也創作了花園中的女人 同時Camel也在這個時候呢 生下了莫內的長子 Jim Monnet 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時期 法國、巴黎的藝術家四散 像Monnet、Cicely、Pissarro他們就逃往倫敦 而雷諾瓦呢則是加入了軍隊 而不幸的Bazir則是死於戰爭 Monnet呢在倫敦找到了Paul作為他的經紀人 但是並不順 1878年Camel生下第二個兒子Michelle之後呢 隔一年就因為子宮癌過世了 Monnet也為他畫了一幅 卡蜜兒安堂在病榻上這幅畫 而傷心又貧苦的Monnet呢 就住在他的贊助人Ernest 在佛伊特的家中 進而與Ernest的老婆Alice產生感情 而在Ernest因為破產 而逃亡比利時的時候呢 他就在1892年 與Alice結婚了 在Monnet的一生經歷過許多里程後 他最後晚年定居在Giveny這個地方 而Giveny也就是他最著名的 墨內花園的所在地 他在這個地方呢 也創作出了如碎蓮 這樣著名作品的系列作 首先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呢 就是我們先前提過的經銷商Paul 他賣出了越來越多墨內的畫 而使得墨內的經濟好轉 學過畫的人應該就知道 這個對畫家來說有多重要 因為畫布很貴 顏料也很貴 而且又是消耗得非常快的消耗品 而墨內呢 其實原本呢 是用古倉來當作他的畫室的 而後來經濟好轉之後呢 他才修建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墨內花園 在Giveny的期間呢 墨內創作了許多知名的作品 而你有沒有發現 墨內的作品 時常會一系列 在不同的時間 光影結構 天氣的情況下 畫同一個主題 如睡蓮 或乾草堆 等知名的畫作呢 都是一系列的 原因就是墨內一生 持續的在追求光影的呈現 就像在陽光下 凡代客中的木製品 有可能呈現Sienna 或甚至橘色的橙色 而在Low Lighting的情況下呢 也有很可能呈現黑色的狀態 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墨內在晚年的時候 他有白內臟 而在手術後呢 據說他可以看到 些微的紫外線光 因此 他所看到的光線的呈現 與我們一般人看到的 是不太一樣的 你也可以稍微對比一下 他睡蓮 早期與晚期的系列作 你就可以發現 墨內的用色 其實有在改變 值得歡迎提的是 墨內其實受到 蠻多日本的影響的 在當時的歐洲 他們非常喜歡 日本的服飾繪 而在墨內花園內 也有日本橋 甚至墨內也畫了一幅 CAMEL穿著和服的樣子 他本人呢 也有收藏日本的版畫 肯定也是因為如此 日本人其實非常喜歡印象派 你可以在很多的 日本美術館裡面呢 看到許多印象派的館長 應該是亞洲最多的 好了那這個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要幫我按個讚喔 你也可以訂閱我的 Instagram或是頻道 你就會獲得 第一手的資訊喔 掰掰 請慢點 請慢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